為了要求大陣的海操大 環保團體有發去港島 但是第一次當年數 主要莫得三十五萬元年數輸 只有五萬六千多元 面對剩下二十多天的期間 環保團體實在六關 他們表示說現在一天 都有幾千元 他們絕對不會放棄 來到行政區 有時抗議有時演出行動局 初級大陣海操大行動 有完結束進行 環保團體高達已經 起興一百二十三年紀家回 海操大生態頂貴 擁有開發奧智 替後代驚孫流下盡頭 沒有變的主訴求 環保和民間團體 希望這次可以透過港島 還有一次創作環境運動的紀錄 環保的選票至少 鐵票至少五十萬 我認為那個潛在的支持者 有高達數百萬 我們如何在最後二十天 把它激發出來 是我們要努力的 環保團體 海操大公道 雖然順利 進入第二改大連數 但欺動一個多月 目標要募集到 三十五萬分 連數數到達 這五萬六千多分 日期寒存不到二十天 公道發起人 破中情相信 最好改大這是關鍵 但媽相信 如果真正失敗 沒辦法來講到 空間 不會停止 即使今天沒有成功 我們認為兩年後 我們還可以再來一次 即使他們把工程都做好了 我們還是要他遷離 所以我們永不放棄 破中情計算 一開始一天了有幾十分 到達已經有幾千分 但說春的時間不多 平均一天要 超一萬多分 有可能達標嗎 雖然寬團這六萬 不過如果這次失敗 要重新再來 要等到一百十二年 才能夠講到 記者 林鄭志祥 代表報道